朋友跟我讲 那个notification 就是那个小铃铛不见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要在空中呼吁一下 我们的直播已经启动了 关于健康 关于自己的家人的 朋友的 无价的幸福 健康那见识 去旅行总是好的 旅行回来呢 除了是满满的快乐之外 也有满满的脂肪 所以我刚刚跟蓝医生 就是蓝美兰医生 就说去台湾一趟回来 我已经不叫大吃大喝的人 都回回来 来介绍一下 Ageless Medical 应该直接讲的是 Ageless 来你自己介绍比较准 我是来自 Ageless Medi Aesthetics的 Dr.Lambilan 大家好 安娜你好 我就跟蓝医生讲 我说你好 我每次看到你 我多久没看到你 你还是一样 瘦瘦的 肥的地方你没看到吗 被遮盖住了 肥的地方你已经消掉了 你今天一定要跟我们分享 尤其今天我们讲到的脂肪 实际上我们先要科普一下 因为有皮下脂肪 有内脏脂肪 现在大家对内脏脂肪的概念 比较有了 你说一个人胖的时候 你从眼睛这样看 是纯粹的是皮下脂肪呢 还是我看不到的内脏脂肪呢 真的要注意 就是内脏脂肪是什么呢 那刚才您讲到 安娜 人体的脂肪主要分为 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 那皮下脂肪呢 指是我们存 储存在皮肤下面 那肌肉上面的脂肪 是我们捏手 我们脊手可捏的脂肪嘛 比如说女生的白白肉 或者是腹部 臀部 腿部的脂肪 这个是皮下脂肪 那内脏脂肪呢 是一种处于我们 腹腔深处 环绕着我们肠子 比如说大肠 小肠 胃 胰臟肝脏 等等的脂肪 那这个是我们 徒手捏不到的脂肪 那少量的内脏脂肪 是很重要的 因为内脏脂肪 给我们器官支撑 保护 缓冲 避免受伤 但是内脏脂肪 一旦超标 就会给我们 带来很多的伤害 那根据很多 临床实验显示 过高的内脏脂肪 会带给我们 得到中风 高血 糖尿病 甚至于癌症 等等的风险 所以内脏脂肪 很很很重要 是 就有些人 虽然是 当然不能够一概而论 但是可以特别 要注意的是 有些人看起来 个儿瘦瘦的 但是要注意 你自己的内脏脂肪 是不是有超标 这个问题 那既然内脏脂肪 不是我们的手去捏 就可以捏得出来的 又看不到的 那等一下我们 在脸书直播的时候 可以详细谈的更多 最主要的是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的内脏脂肪 是有超标的 哪怕是超 都是超标 不管是超多少 都是超标 能够把它剪掉是最好 可是怎么剪呢 所以你刚才已经提到了 内脏脂肪 因为肉眼看不见 可是当你的内脏脂肪 累积过多的时候 它就是你的肚皮 突起来 看起来像那个 啤酒肚 对不对 那根据世界卫生区 Walk Health Organization的定义 女生的腰围要是超过88厘米 男生腰围超过102厘米 那就归纳于内脏肥胖 那这个是会导致 严重的健康问题 所以 内脏脂肪 虽然说不那么显眼 肉眼看不到 它比起皮下脂肪 更加的危险 那要怎么剪掉内脏脂肪呢 我们多靠做运动 减少吃那些油腻的食物 多做有氧运动 我们待会再细谈 所以你要靠自己的努力 当然如果有人说 我是在没有时间努力 等一下我们在脸书直播 我也请蓝医生 稍微讲解一下 当然有一些是可以靠 仪器来帮助的 这个就有大家 可以说是消费人 自己来选择 因为那个靠仪器 肯定是要花钱的 对不对 对 做运动就不用花钱 自己做运动 是 健康那件事 963 男医生我要问 因为我不知道 我们的听众 对我来讲 腰围这个事情 通常我是用寸 来理解的 所以你刚才讲的 男生女生 你讲的是 那个CM 那如果是用寸 大概是多少 来寸寸 寸寸寸 来点 你先跟我讲 88 divide by 2.2 88是女生 对不对 88 88对女生 88 CM 是34.6457 ok 35了 35了 那么男生是多少 102 102是多少 来来来我找 46 46 烧了 我跟你讲 我订没有 我这边电脑 直接问 ok 102CM就是 46 没有 102是 40.1575 40.1575 oh because I divide to lend value by 2.54 2.54 ok 所以女生来讲 就是腰围不要超过 35 36 男生就是 不要超过 40 41 可以这么讲吗 对 所以腰围这个事情 还是一个可以 作为参考的吗 可以 简单又省钱 因为你真正要去 gold standard 经標准 你要到医院 做CT scan和MRI 那个超贵 而且有 那个 radiation ok 问题 像我们做 立场身体检查 通常它不是 Blox test 对不对 Blox test 可以 查得出来 你的内脏脂肪 是不是有超标吗 可以 因为 通常内脏脂肪 超标的人 坏得染过唇高 三酸钢油脂也是高 然后呢 要是油包肝 你的肝的酵素 也会超标 ok 所以 所以这些指数 要是有超标 然后 肚囊很大 腰围很大 大多数的时候 就是你的内脏脂肪 过多了 是 然后你刚才说 比如说皮下脂肪 我很多 我是 Anna 我们上线了没 还没上线 上线 上线了 糟糕 上线了 上线了 你看 你可以看到 医生的真实 可爱的一面 你等我看一下 上线上线 你不要吓我 我 唯我放下回来 操作有问题 ok 所以内脏脂肪呢 刚才我们讲 腰围 那个 只是作为大家的 一个参考 对 当然这个腰围 如果超标到 女生 超标到 3536寸 我们讲寸 然后男生 是超标到 4041寸 对 那真的 已经不是 开玩笑的事情 就要特别注意了 对 因为这些风险 中风高血压 糖尿病风险 超大 甚至于致癌 致癌 是因为脂肪 是脂肪的关系吗 对 因为内脏脂肪过多 它会导致很多 那个 促炎的 就是 increased inflammation 发炎 发炎 天内发炎 就会造成 免疫系统下降 然后也会导致 癌症的形成 这些都是有 临床实验 显示的 OK 如果你们有 任何问题要问 当然就是说 我们会看到 你们的问题 我会请问一下 医生 就是你可以 WhatsApp给我 88550963 不然的话呢 你就是在我们的 直播的平台 因为我现在 几个页面都在做直播 那在直播平台那边提问 好 先讲 内脏脂肪 是怎么样累积的 那 内脏脂肪的形成 原因很多了 第一点 当然基因问题了 有些先天性呢 遗传性就比较多 多的内脏脂肪 或者是内脏脂肪偏高 那第二点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不管你是健康的人士 或者是肥胖的人士 随着年龄增长 你的内脏脂肪都会增加 尤其女性收金后 内脏脂肪因为 那个急速水平的变化 内脏脂肪收金 女性都会增加 然后喝太多的酒呢 也会导致你的内脏脂肪增加 饮食不健康 特别是你摄入了很多的 板式脂肪 或者是加工的食品 或者是吃过多的精炼的米面糖等主食 暴饮暴食 也是会导致你的内脏脂肪超标 然后很多人 像我们讲 工作忙碌 三餐不规律 然后喜爱甜品 酒做不动 睡眠不足 尤其现在 前三年的pandemic 整天坐在laptop前面 酒做不动 暴饮暴食 抽烟喝酒 心理压力大 都会造成内脏脂肪的形成 内脏脂肪 以我们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就是难逃关系 最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你摄入的米面糖 等高产水的食物过多 而没有足够的运动量来消耗 那它就会形成内脏脂肪 而储存在体内了 OK 像你刚才讲的那些 首先我觉得 我们听你讲 我们已经知道说 我们如果那样吃 首先就是会胖 就是长胖 那长胖的话 极有可能我可以这样讲了 长胖 不可能完全只是皮下脂肪 内脏脂肪也会有 那有一些人皮下脂肪 可能不是很多 但是不排除 它可能就累积在 她的丈夫的包围着的那一层 对吗 对 很多时候当你的 我觉得 你真的很胖 皮下脂肪很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的内脏脂肪都会很高了 不过有一些男生 他们就是肚男超大 那个皮酒多 然后皮肤很薄 你怎么去捏 你捏不起脂肪层 很多时候都是内脏脂肪 脂肪超标 对对 然后女生 尤其是收睛后 我刚才已经提过了 大多数时候 你即使很瘦很瘦 有些女生 看起来一点也不胖 尤其四肢千细 可是你只要略有 那个小腹 多多少少 都会有点内脏脂肪了 你知道吗 很危险 不是 我听了 我倒抽一口冷气 这个我们称为 skinny fat 很skinny 不过还是有fat 就是内脏脂肪 内脏脂肪 对 是 我也读了一些资料 他们就说女生 跟男生来讲 比较年轻的女生 不是表示说比较年轻的人 就是我们讲普遍上来讲 比较年轻的女生 胖都是皮下脂肪多 可是到了生育过后 或者是绝经之后 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 这个问题都是并存 而且尤其是内脏脂肪 对 对 男性的内脏脂肪呢 其实占你的总体质含量大概10到20% 然后女性的那个内脏脂肪呢 占总体质大概5到8个% 然后呢 刚才已经提过了 不管你是健康人士 或是陪伴人士 其实年龄的增长 你的内脏脂肪会增加 那男女来讲呢 脂肪的分布上也是大有差异 男性的脂肪 大多数分布在躯干 就是腹部腰部 然后男性呢 比较容易 蹲基内脏脂肪 然后女性的脂肪呢 大多数分布于他们的臀部 腿部啦 或者是手臂啦 拜拜 arm啦 然后女性比较容易 囤基皮下脂肪 然后呢 刚才讲过了 女性 绝筋以后呢 因为那个 急速水平的下降 所以那个内脏脂肪就开始增加 然后肚男就开始长出来了 就是磁激素减少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这是实在没有办法 所以如果我们讲性别跟年龄 谁容易累积内脏脂肪的话 大概总归纳起来看 你是处在什么年龄层 女性的话是绝境线 50岁 就是讲 男生跟女生来讲 男生比较有内脏脂肪 女生比较少 可是女生的皮下脂肪 在收精前比内脏脂肪多了 然后收精以后呢 因为那个 那个荷尔蒙的下降 然后女性呢 的内脏脂肪呢 就会开始增加 跟男生一样多了 就是这样讲 就是越老越多内脏脂肪 越年轻就越少 当然你要是要 年纪大 可是没有那么多内脏脂肪 就开始做运动了 然后少吃了 少吃 不要报时报应了 那是啦 这个我们都知道 那是有时候嘴巴管不住嘛 对不对 也许你吃了台湾一趟 就可能要吃好多好吃的东西 对不对 我跟你讲 你别触到我心里面 在想怎么把那个 乳肉饭 乳肉饭 我跟你讲 我还没真的大吃乳肉饭 我只吃一点点而已 哎呦那个超好吃 你看 OK 好 我看一下我的时间 那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先说一下 今天我们讲皮下脂肪 跟内脏脂肪的话 那皮下脂肪相对是比较容易减的 对吗 其实 对 皮下脂肪比较容易减 对 是 开始减肥的时候 有研究显示 大多数先削掉皮下脂肪 然后再削内脏脂肪 然后其实 皮下脂肪 带来的问题 大多数是不美观 不好看 胖了 你的衣服挤不进了 所以你要是不在意 可以不要减了 可是内脏脂肪 你要是不在意嘛 你胖 可是你没有内脏脂肪 你可以不要减 不过内脏脂肪刚才提到了 它带来危害健康 那个问题太大了 所以要是内脏脂肪超标 因为它能够提高 你得到心脏病 中风 糖尿病等等的风险 所以内脏脂肪多 最好是把它给减掉 OK 所以我知道你意思了 就是说皮下脂肪 有些人可能说 我喜欢肉肉的 我喜欢有一点胖胖的 如果你确定你的内脏脂肪 没有超标 那么OK 你可以选择 就是这样子 但如果内脏脂肪 一旦有超标 这个就不能忽视了 对 OK 因为我就是读到 这么一个说法 所以我正想要问你说 有人说你皮下脂肪 只要你不 就是像你说的 你不是很在意外形 然后你的整体的 那个没有超量的话 你可以不用管它 对对 因为有些人是肉肉的嘛 可是那个 那个度男不大 就是内脏脂肪不多 就可能可以选择 那个腰围没有超过 刚才我们讲 35 36寸 或者是88厘米 对女生 男生没有超过102 你很fit 你没有很多内脏脂肪 你可以选择 不要去管 管那个皮下脂肪吗 可是刚才我们也有讲 你要知道 你有没有内脏脂肪 超标的话 普通体检 就是咽血 可以作为参考 不然就很精准的 要到医院去做 那个叫 CIT scan 或者是MRI MRI 对 那个又贵又麻烦 而且有 那个雷射 对 CT scan 有那个副作用 对 OK 我报告一下 交通状况之后 回来 我们就要细讲 就是消除内脏脂肪 相对 当然它是困难多的了 那饮食运动 还有靠辅助力量 刚才我们已经 把三点点出来了 还有呢 当然呢 躺着增加肌肉 减掉脂肪 这个是每个人 听起来都就 很吸引我的 OK 等一下请蓝医生来说 路况消息 好 注意一下 这些状况 都是刚刚收到的 就是AYE往MCE 在金文泰二道的出口之后 有车抛锚 AYE往MCE 在Jerone Town Hall的出口之前 也是有车抛锚 SRE往BKE 在TPE的入口处之后 有车停放在哪边 TP往PIE 在Parseris Drive 12的出口之后 发生了交通事故 以及PIE网大师 在Parseris Drive 12的路障 还没有清楚 现在回夺到了 Jerone News 注意是在第三条车道 以上交通讯息 是由莆田带给你 29块8 普田 掌握好食材 原味福建菜 下午的售后 大部分的地方 有雷震雨 23到32度 是目前的温度 天气预报 是由三菱电机 FM提醒你 现在的时间是 11点 好 我们今天是蓝美兰医生 我们继续讲 而且要相对 就是像刚好 我们在空中讲的 我们希望能够讲得多一点 消除内脏脂肪的难度 到底有多高你说 当然 其实也不是很难 真的要消内脏脂肪 你要的是有意志力 而且就是 光讲没用 就要实力上去做 所以要怎么样的 消除内脏脂肪 当然我们知道 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型 健康的身体 你要有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 所以怎么样的做法 才能够消掉内脏脂肪 然后第一点 你要多做 那些力量训练 有氧运动 我们都听说过 高强度间歇训练 HIT 现在很流行 这个HIT 或者是高强度间歇的训练 已经有研究显示 能够很有效的减少内脏脂肪 有氧运动 比如说跑步 自行车 游泳等等 也是能够很好的减少内脏脂肪 那我们建议 你每周做三次的这些运动 每一次30分钟 也要达到心跳加速 大概每分钟110到120下 那你练成的肌肉量越多 你燃烧的脂肪就越多 然后能够减少你的内脏脂肪了 第二点 不要吃过多的那个醋盐的食物 比如说精炼的米面糖等主食 含糖的饮料 酒 那些酒 面包骨类和反式脂肪 少吃加工的食品 少喝酒 饮食上多吃蔬菜水果 跟那些可溶性的纤维 使你感觉有饱腹感 你就不会想吃那么多了 第三点 对不对 第三点 你尝试做intermittent fasting 就是间歇性的断食 尝试严格的控制你进食时间 大概在8个小时之内了 因为这个也是有研究显示 它能够很有效的减少你的内脏脂肪 那第四点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要减少你的生活压力 因为压力会使我们的身体 生长压力荷尔蒙 我们称为皮质醇 就是cortisol 然后这个皮质醇或者cortisol 它会增加我们内脏脂肪 所以压力过大 你会暴饮暴食 有些人就开始吃冰淇淋 零食 甜品等等 然后就会发胖 内脏脂肪就会增加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静坐 或者瑜伽等等那些 舒缓压力的方式来调整你的情绪 然后第五点 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你的睡眠的质量 每天最好能够睡7到8个小时 最最重要是睡前不要看手机 滑滑滑滑 那个手机栏光会导致你不能够很好的入眠了 然后你足够的睡眠就能够减少压力荷尔蒙 然后能够更好地控制你的饮食 给你更多的体力 所以这些都是很好 可以帮你减少你的内脏脂肪的一些措施了 这听起来跟减肥一般上我们讲的减肥的方法是一样的嘛 都是一样 对 因为其实当你瘦内脏脂肪的时候 你的皮肠脂肪也会瘦下来啊 对吗 你只是不能够 对 你只是不能够局部减肥 你不可以说 我就是要 减腹部 可是我是要剪臀部或者腿部或者是手臂 他有时候是做不到 很多人瘦的时候都会先瘦腰 然后腰围就是你内脏脂肪的地方嘛 对不对 没有我的朋友 他就说女生啦 他是女生 我说好讨厌耶 我一胖啊 首先就先胖在脸 然后我一瘦呢 首先先瘦在胸 对 很多人就是这样 他说 我可以不要这样吗 一瘦就瘦在胸 我说胸都不大了 没有胸 他就跟我讲 可是那胖的胖的脸 脸那些人拍照我就看到现在人都拍照嘛 对对 不有一些人是这样啊 少数的人啊 多数的人 胖跟瘦都是在 先在腰 不是所有的人 有一些人啊 对 对啊 就不能够随我们自己 好像客制化这样喜欢 哎呦 我不要 我不要瘦胸哦 我要瘦脸就好哦 这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瘦的话 其实不可以局部减肥啦 你整体上都会瘦下来 瘦哪里呢 就要看你的基因啊 也要看你本身 加上你朋友啦 胖在脸 瘦在胸 每个人不一样哦 他现在看到我直播 还在骂我了 不过我讲的不是他的情况 也是很多人都有这个情况 很多人都有这个情况 就很多女生就会觉得自己好讨厌 为什么一瘦 不是先瘦在自己想要瘦的地方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饮食 讲到运动 然后现在要讲 不是躺下来中枪哦 躺下来中枪 现在是 网路上很红的一句话 躺下来中枪 我们是有一个说法 当然是很吸引人啊 这个肯定要靠仪器啊 就躺着增加你的肌肉 减少你的脂肪 这个很吸引人哦 所以我们都经历过了 我也是减肥过了 很多人在经历减肥的过程中 你要瘦那么两到三寸 或者减那么两到三公斤 是多么的困难 所以有些时候 你就要有一些仪器 帮你kickstart你的减肥的过程 然后来帮你减肥增肌 然后M-Sculpt NEO 是全球首创 唯一能够获得 美国FDA认证认可 利用同步 这个雷射 就是radiofrequency 和高强度聚焦电磁波 hyphen technology 来消除脂肪细胞 和增加肌肉的仪器 这是一项 无创无舒服器的治疗 然后他有临床实验显示 因为他是USFDA认证认可 他平均 4次30分钟以后 能够减少 30%皮下脂肪 14%内脏脂肪 然后能够增加25%的肌肉 和减少19%的负质肌分离症 这个负质肌分离症 很多在怀孕的时候 或者是怀孕后的女生都会有 然后这个仪器 它就用电流刺激 神经元 30分钟能够达到 24,000次 肌肉超级线收缩 Supermaximal contraction 然后这个 Supermaximal contraction 这肌肉超级收缩 是一般运动无法做到的了 就像你做了24,000次 躺在床上 做24,000次的仰卧起做运动 那这就有助于增强你的核心肌群的力量 你运动的耐力 然后经过4次30分钟的疗程 就讲了 能够减掉30%的皮萨脂肪 14%的内脏脂肪 增强你的肌肉25% 跟减脂30% 所以 所以它的原理就是 它是利用光波吗 用射频radiofrequency 它是radiofrequency radiofrequency 它的radiofrequency 就把你的脂肪的组织 加热到40到43度 所以它是用那个 有点像 看起来很像是光对吗 不是光 它是 它是射频不是雷射 它是射频波段 射频波段就是radiofrequency 就是heat 它是热能 热能 所以它是热能去把那个 加热 加热 把那个 你是想像煮饭这样煮 对对对 把那个 把那个 把那个脂肪煮掉吗 那个细胞 对对对 把那个细胞 组织 给加热到40到43度 然后把那些 那个脂肪的细胞 给破坏 给杀死 然后这些被破坏的脂肪 就会由我们零化系统 排除到体外 对对对 是射频波段radiofrequency 然后它就能够减脂了 所以它是 你看你刚才讲 皮下脂肪就是我们的皮肤 皮肤这个是叫表皮层 对对对 真皮层 真皮层 然后皮下脂肪是在真皮层以下那一段 对 加热 就把那个东西加热 皮下脂肪加热 它不可能把你的内脂脂肪加热 这样就把你的肠胃也煮熟了 它是把你的皮下脂肪给加热 然后破坏那些脂肪细胞 然后脂肪细胞被破坏了 就是apoptosis fat cell death 这些脂肪细胞 就会被零化系统给排除掉 可是 它的那个high-fem technology 就是高强度聚焦 电磁场 就能够启动你的那个肌肉收缩 它这个就能够减少你的内脂脂肪 这个等于是躺在那边它做运动了 对对对 你刚才讲嘛 你要减内脂脂肪的话 你是要有 比如说你要大氧运动 还有就是肌耐力的运动 所以你躺在那边 它是用那个声波 电流 它用电流 电流 然后好像有一点像是在exercise这样的 对它用电流刺激你的神经元 然后就引发了两万四千次的肌肉超级线的收缩 因为你一直做了两万四千次的运动 肯定也会 因为有运动就能够消到你的内脂脂肪了 我们自己做是不可能这样一段时间之内做到 不可能 你能够在半个小时内做两百次已经很厉害了 这个是三十分钟做两万四千次的仰卧起坐运动 所以这家医器就是这样的科技 那我这个你刚才讲说是美国的那个 FDA认真认可的医器 OK 那可是 它 有谁不可以做呢 OK 所以 这家M-SKW它可以用于体重指数高达35 而想要减少脂肪锻炼更多肌肉的人群 可是你要是有金属植入物 或者是心脏起泊器 你不可以进行这个治疗了 就是你有methal implant in the body 你就不可以做这个治疗了 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谁都可以做了 是 就是照你所讲 你要是要省钱 你就自己做运动 你要是懒惰 你就靠仪器 我非常好奇 它要多久才可以见到效果呢 一个疗程四次 每一次三十分钟 做了四次 临床实验显示 就是能够减少30%皮下脂肪 14%内脏脂肪 增积25% 跟修复你的负质积分 你19% 当然与此同时 你的饮食管理 还有就是生活要调整 这个不用说了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 是 不然你钱花了 机器努力了 也是没有效果 肯定没有效果 不能持久了 可以这么讲 OK 我们回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好吗 有一位听众刚刚在 这个 他说他每年咽血 就是不好的胆固醇都超标的 坏胆固醇都超标 他说有没有药可以吃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应该要 请医生开药了 对不对 要是坏的胆固醇超标来讲 你第一点要做 当然是要控制饮食 要有健康的生活饮食习惯 就是要少吃 刚才已经讲过了 高脂 那些反式的脂肪 加工的食品 甜的东西 炸的东西少吃 然后你要增加你好的胆固醇 保护心脏 你就要多做运动 然后要是坏胆固醇减不了 你当然像是看医生 然后医生就要配给你这些 酱胆固醇的药了 是像这种药 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你要找你的家庭医生 那边先去看家庭医生 然后看他给你什么建议 是需要怎么样的药 所以只能够这样回答 OK 再来另外一位 他的题目就很长了 来蓝医生 他说一年365天 他差不多是300多天都在游泳 一个小时 他可以游3000米来回60次 然后今年是2023年 去年他开始以为自己老了 体力下降 一小时就没有办法游3000 就游2000 然后来回就没有办法60次 就40次 他觉得不够气 那么后来他去做了身体检查 发现他的情况是好的 跟坏的胆固醇超标 所以医生给他吃了降胆固醇的药 他感觉到现在身体的力气回来了 气好像比较顺了 就可以游回以前的一小时 3000米 他说胆固醇超标会影响呼吸吗 当然了 你看他要是坏 他游泳来讲 因为他做很多运动 你要增加你好的胆固醇 最好的方法是运动 但有一些人 好的胆固醇先天性就比较高 比如说像我 我先天性就比较高 不为有做运动 所以他运动很多 所以好的胆固醇很高 可是我相信 他或者是先天性 遗传性 坏的胆固醇高 再加上可能饮食方面 他没有控制 他以为我做运动 就没有去控制饮食了 那坏的胆固醇也高 坏的胆固醇高 就会阻塞血管 要是阻塞到心脏的血管 就会引起心脊肌管剂 然后要是心脏的血管受毒来讲 当然呼吸就会困难 所以他看了 其实他是很幸运 他要是这样继续的游下去 那个坏胆固醇阻塞 那个心脏血管高达70-80% 他可以心脏力爆发 而死掉 所以他现在 因为坏的胆固醇 坏的胆固醇受到控制来讲 好但胆固醇因为运动 会增加保护心脏 所以他现在呢 呼吸不困难 他又可以游回以前那个 3000米 半个小时内 其实是很棒 所以这个是因为 真的是因为他控制了饮食 有良好的那个运动的习惯了 然后也吃了降胆固醇的药 所以呢 那个 胆固醇没有阻塞血管了 所以人也是变得健康起来了 是 倒是有一点 他自己后来自己 也有说他发现这个事情之后 他说他相信自己有一个想法是偏差的 我相信他这个偏差的想法跟很多人都一样 以为自己只要有做运动就是健康了 对 其实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你当然有做运动 尤其是像他这样每一天做运动 当然他能够比较有效的减掉他的内脏脂肪 不过要是他 他就是摄入的那个能量 比他消耗的能量少来讲 怎么来讲 他内脏脂肪还是会增加吗 然后你要是吃那些不良的食品 那些尤其是反制的脂肪加工的食品 这些都会促颜 促颜来讲 它increased information 它就会导致很多严症的发生 就是对健康不好 所以这个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当然有吃很多东西 有多做运动 好过你吃很多东西没有做运动 没错 OK我们快要回到空中 回到空中的时候 我们要继续说的是 比如说我们要 这个我觉得给大家一个科普了 我们要减了减了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自己到底减的是什么东西 等一下 因为我们很多人 减了减了减了 就看那个体重有没有下降 等一下我请医生讲 咱路况消息 九六三号FM 你好我是安娜 好多那个抛锚车辆 有一些都还没有移走 最新刚刚最新刚发生的是 AYE网大师在Bona Vista的出口之后 11点有车抛锚了 还有AYE网MC在Jerone Town Hall的出口之前 抛锚车辆还没有移走 那么造货车辆也还没有移走的是 在TPE往PIE是在Parserys Drive 12的出口之后 SRE往BKE在TPE的入口之后 也是要注意一下有辆车停放在哪边 同时提醒PIE往大师 在Parserys Drive 12的出口之后 障碍物还没有清除 现在回读到了Jerone Yunus 关于健康 关于自己的 家人的 朋友的 无价的幸福 健康那见识 健康那见识 我们今天讲的是内脏脂肪 是蓝美兰医生 那么内脏脂肪的英文是叫什么 有听中文 Visceral fat 就是堵在 是堵在血管 堵在我们的器官周围吗 对 Visceral 英文就是 你的内脏的器官 So visceral fat 就是内脏脂肪 皮下脂肪就是subcutaneous fat Ok 那我们怎么判断 就像刚才你讲的 首先第一点 如果体重超标 腰围超标的人 女生是34 35寸 男生是40 41寸 这个腰围超标 那么你先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 你是不是有内脏脂肪超标 这个是要通过咽血 至少是咽血才可以知道的 对不对 不是 一旦你的腰围超过 女生35到36寸 或者是88厘米 男生超过10 02厘米或者是40 41寸 世界卫生局 就把这个归纳于 内脏肥胖 Visceral obesity 就是你已经有内脏脂肪了 肯定有了 最简单又省钱的方法 要看看自己没有内脏脂肪 就是量你的腰围 一旦你的腰围超过88厘米 35 36寸 女生男生102厘米 40到41寸 你就是有Visceral fat 或者你有内脏脂肪 OK 你要更 对 来你讲 你说你说 然后你要更准确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 你要更准确知道 你到底有多少皮下脂肪 跟你的内脏脂肪 你就要到医院去化验 你就要去量那个CT scan 或者是MRI 这个是精调准 不过没有人这么做 除非是要做临床的实验 医师就把病人送去医院 去做这些测验 OK 那有一样东西 我们刚才讲 就靠饮食 饮食管理 还有靠运动 运动包括了 有氧跟肌耐力的运动 或者是靠一些 仪器的辅助力量 这些来消除内脂肪 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需要存知以恒 那可是我们很努力的结果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减掉的是什么脂肪呢 OK 很好的问题 那第一点呢 你怎么知道 减下的是内脏脂肪 刚才谈到了 最標准是去做MRCT scan 所以这个我们不谈了 大多数人会去做这个了 然后最简单审前方法呢 就是量腰围 所以呢 你要 比如说你已经腰围超过88厘米 你已经 你的腰是36寸了 你去努力控制饮食 做运动 然后三个月下来 你的腰围瘦了 到了25寸 那你有一点夸张了 可能到了30寸 你就是在三个月内瘦了 瘦了大概3寸4寸了 你就肯定腰围瘦了嘛 肯定内脏脂肪就也是减少了 然后刚才已经谈到了 很多人在减肥的当中 很多时候先瘦腰 然后臀部腿部重量没有更改 那这个是很好的消息 因为腰围小了 臀部腿部重量没有更改 就是代表你的体质开始下降 内脏脂肪呢 大幅度的减少 对不对 腰围从35寸到了30寸 腰围小了嘛 内脏脂肪小了 可是你的重量没有更改 就是你有做运动嘛 你的肌肉开始增加 然后肌肉比脂肪重嘛 所以重量没更改 腰围小了 小了很多 肯定你的内脏脂肪已经小了 少了 对不对 然后刚才也是谈过了 内脏脂肪超标的人 大多数坏的胆固醇 跟那个三酸甘油脂 体内的坏胆固醇 三酸甘油脂都会偏高 所以你减肥成功 内脏脂肪大幅度的减少 这些指数也会下降 然后你要看你减的是皮下脂肪吗 你就看了 量量你的臀部啊 腿部啊 你的手臂啊 要是你的腰部 你的腹部 腿部 臀部 瘦了 小了 你就是减了你的皮下脂肪了 OK 腰围还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参考 参考值 可以这么讲 OK 那也有人讲啊 你看你 你以为你减肥啊 你不是减肥 你只是脱水 你只是把体内的水分排出去 你喝水它就回来了 像这样的说法呢 对 其实你要是在减肥的过程中 比如说 有些人去一些美容院 他就进了一个仪器 就像这样 蒸那个包子这样 还是这样蒸 其实你把你的水分蒸掉 你的重量会大幅度的下降 可是要是你的腰围 还是保持在一样 然后你整体上没有什么更改来讲 其实你失去的是水分 尤其是你喝了几杯水 你又觉得你的腰围烫回了 然后这个你失去的是水分 你真正的减掉腰围来讲呢 你是可以持久的 而且你会发现重量呢 会有时候会保持一样 因为肌肉增加了 因为这运动嘛 它就是不会瘦啊 或者是增加 或者是瘦得很厉害了 在很短时间内了 是是 那那个内脏脂肪啊 整个当然有一种瘦得很快的是 他去请医生去绑他的胃 因为那个是 医生也不是轻易帮你绑胃的 是你整个体重已经是超标超标超标 到危及你的生命安全 危险对 对他们就会帮你绑胃 绑胃那个就会瘦很快 是吧 不过这个是 是 手术本身带有危险性了 然后过后呢 病人也要是要能够adapt 就是接受绑胃过后那个过程呢 在瘦的过程其实是蛮辛苦的 是 然后你瘦下来以后 当然有其他的问题了 就是你的皮会开始很松了 等等的一些问题了 然后绑胃 照你 刚才你讲过的了 要经过 医生的辅导了 然后他跟你讲危险性了 好处坏处等等 你才做决定 这个是一个蛮大 是一个手术了 健康那件事 我有问题 有人问说 Kristo问 那么脂肪肝也算是一种内脏脂肪吗 对 脂肪肝 所以刚才讲的内脏脂肪 就是处在我们腹腔深处 环绕着肠子 肝脏 胰脏的一个脂肪 所以当你的内脏脂肪过多的时候 他就会 有时候会累积在肝脏 然后你的 有时候肝的酵素会开始偏高了 那个时候 医生就会叫你减肥 做运动 要是肝的指数不能够下降来讲 有时候医生会配给你一些药物来吃 到头来 你要肝的指数下降 你要肝的肝的脂肪 内脏脂肪下降来讲 你还是要依靠控制饮食 做运动等等 把这些脂肪给燃烧掉了 有一个听众 问说他有一个亲人 大概66岁 男性 身材标准没有肚子 可是咽血 他的三酸肝油超标 这种情形很多时候是遗传性的 尤其是三酸肝油脂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人很健康又不胖 很多时候这也是先天性的 这些先天性的三酸肝油脂偏高 一定要看医师了 因为虽然说是先天性 并不代表你健康 你不会得到心血管病 或者是其他的疾病 你还是要可能控制一下 你的三酸肝油脂 比如说你的 你的饮食方面 你很健康了 你也没有吃油的东西了 你做很多运动了 可是还是高 你还是要依靠药物了 这个还是要取医了 是 刚才那个听众不是说 他游泳有多少圈那个 他后来看了医生 医生就建议说 叫他不要吃油炸的食物 多吃菜 但是少吃肉 他就问一个问题 他说运动员如果少吃肉 会不会不能够补充到体力 其实我觉得 我没有听医生怎么讲了 我觉得不是少吃红肉 你可以吃外面白肉 比如说鸡肉 去皮的鸡肉 鱼肉 鸡胸 鸡胸等等 都是好的肉 因为你要是做很多运动 你没有蛋白质补充跟修复 你在运动的时候 损坏的肌肉 是不行的 所以你还是要吃一点蛋白质 比如说蛋白 蛋黄不吃 或者是鸡胸肉 鱼肉等等 都是好的肉 所以肉还是要吃 就是不吃红肉 牛肉 羊肉 猪肉等等 蛋白质对于身体健康是很重要 其实少量的碳水化合物也很重要 因为你从营养金字塔来看 你就知道了 最多的就是底下碳水化合物的部分 一天一个鸡蛋可以吗 除非你有很严重的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吧 对 一天一个鸡蛋没问题了 你要是很担心就蛋黄不吃了 虽然说蛋黄很多营养 蛋黄对脑好 对 我跟你讲 很多都是这样 以前跟你讲蛋黄不可以吃 现在跟你讲蛋黄可以吃 可能再多十年跟你讲蛋黄不可以吃 所以研究都是在进步中 所以什么东西都好了 我都觉得适量而止 就是不要过多 in moderation是最重要 那就好像以前说猪油不好 现在也猪油 适量的吃 适量 它也是没有不错的 那你记得吗 很久以前 那个时候在推广 说要什么 cooking oil 什么要 当然植物油还是一个强调的 但是很多人就把棕榈油 来代替cooking oil 其实棕榈油是不适宜的 虽然它是植物 对 所以很多研究都在进行中 有时候你吃了一段时间 用了一段时间跟你讲 这个东西不好 是因为有研究显示不好 所以我懂觉得 做什么都行 你要吃三层肉也行 是壳子 每天吃吃很多 当然 有 这次我接台湾牛 吃那个很好吃的控把 对 OK 我们回到空中 关于自己的 家人的 朋友的 无价的幸福 健康那见识 健康那见识 今天讲的是内脏脂肪 刚才一直有讲到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的英文就是 trans fat 对 很多时候可能你不知道 反式脂肪在哪里 对 简单的说 当然不是每一样东西是这样 不过多数油炸的食物 对 它就有反式脂肪 对 然后你吃这个 零嘴 零食 吃起来香香脆脆的 对 这里面 对 因为反式脂肪 也是称为氧化的植物油 它可以是植物的树油 人造的黄油等等 这个trans fat 它具有定制的稳定 它能够耐高温 它能够耐存放的特点 所以它改善口感 所以你所讲的 饼干很好吃 很脆 薯条 面包 变得很松脆 它可以改观 跟改善食物的外观 所以你的植物奶油 你的薯片 越好吃的东西 越多炸的东西 都是有反式脂肪 这个反式脂肪 蛋塔也是很多 蛋糕 奶油蛋糕 甜品等等 最好吃的东西 就是很多反式脂肪 这个呢 多次对你无异 它能够促炎 能够导致内脏脂肪的增加 就是促进发炎 就是身体发炎 那今天 H-Less Medi-Aesthetics Dr. Lam-Bilan 我最后有两个问题 想请教你一下 第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血糖指数 就是如果一个人 他每天的摄取的总能量 是没有超标的 就是他管控的 很严格 有一个说法 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 是减少对血糖的刺激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当你进食吃东西的时候 你糖分就进入了体内 对不对 那一部分的糖分 会在胰岛素的作用下 进行分解 那这个就来供应人体 所需的能量 然后另一部分的 不分的那个糖分 它会在胰岛素的作用上 合成糖原 它储藏在体内 以备不食之需 所以它储藏在体内 你要是需要来讲 它就会变成能量 给人体去应用 但由于人体合成的糖分 是有上限的 所以你要是有多余的糖分 它刺激很多的胰岛素 那多余糖分 就不能够储存在体内 多余糖分 就会储存在体内 成为内脏脂肪 所以你要是在不超量的饮食下 你不要去吃鸡 不要吃过多的那些 精炼的米 糖或者是面等等 你不要去刺激你的血糖指数 对于预防内脏脂肪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所以什么东西都是一样 自可而止 好 再来一个问题 就是身形肥胖的 当然就是刚才我们特别讲到 尤其是腰围 你要特别注意 那身形肥胖要注意 那么属于身形瘦小的 你有什么提醒吗 嗯 所以你看 那你根本都是属于身形瘦小 对不对 虽然说瘦 并不代表你的腹部 没有内脏脂肪 所以瘦 并不代表你很健康 英文称为skinny fat 虽然说你很skinny 可是你有skinny fat or visceral fat or内脏脂肪 所以有些人看起来一点也不胖 一点也不胖 尤其是女性 你看她没有那个大大的啤酒度 然后那四肢很迁细 可是刚才讲过了 你只要略有小腹 你就有内脏脂肪 尤其是瘦筋后的女人 所以瘦并不代表健康 你瘦来讲 你可能还是有内脏脂肪 你还是要有良好的饮食习惯 要少吃那些反式的脂肪 要多做运动等等 所以我们都知道 有了健康的饮食习惯 你要多做运动 睡眠充足 减少压力 然后内脏脂肪就会减少 全身的体重也会减少 其实我们都懂 追求健康是一种习惯了 最重要是要去做 所以光讲没有用 你就要去做 要去做 要去做运动少吃 是是是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了 所以各自努力了 要去做 加油加油 健康那件事 在我们结束脸书直播之前 我刚才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要不要记住了 你看 对我想起来了 刚才我们说 皮下脂肪是在我们真皮以下 对不对 比如说在腹部来讲 你这样用两只手 这样捏一下 他们讲只要捏出两个CM 就是表示你有皮下脂肪 对吗 对对对 没有 once you can pinch the fat you already got 皮下脂肪 可是这个如果这样 pinch 起来有一块 好像空吧 这样 也是皮下脂肪 对呀 然后内脏脂肪呢 内脏脂肪就要 进一步参考的腰围 pinch不到 所以内脂肪 我总觉得 每一个人都会有了 不管你多瘦 是是是 真正要知道 有多少 你就要 真的需要做 对了 那些检验了 大多数时候 只要能够pinch 会有了 我觉得 是 基本上我觉得 像我是有做 立场的身体检查的 那种全身身体检查 油烟写什么的 它还是一个 很好的参考值 对 对 好 那种好到 有点 要努力这种感觉 好 OK 谢谢南北南医生 也谢谢所有 在观看 脸书直播的朋友 like and share 谢谢 好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